小時候媽媽床邊故事唸給我聽 小時候媽媽床邊故事唸給我聽 然後到小學我認得越來越多字以後 我就一路從小學閱讀到現在 然後這是我的一個非常大的 最重要的興趣 紙本書的話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它會有觸感啊 然後你可能翻開會有一些印刷 會有一些氣味啊 所以它是非常有手感的 但是電子閱讀器呢 它非常不一樣的就是 它可以輕輕薄薄的一本 而且它重量非常的輕 你就不會再有選擇障礙了 因為你有了它 裡面什麼書你都可以點選 所以當你在移動或是旅行的時候 是非常適合帶著電子閱讀器出門的 它的最棒的一個優點呢 就是如果你很喜歡逛圖書館的話 你擁有它以後 你就可以收藏所有台灣圖書館裡的 所有的資源 你只要登入就可以借閱 你如果也很喜歡手寫的話 你擁有它 你其實也可以在上面塗塗寫寫 另外就是它是無藍光的 你就是可以慢慢的把它讀完 它是電子的紙 所以你的眼睛就 一樣可以享受這些文字 我最喜歡這台六寸的 然後它是彩色的 它除了那個隨身攜帶很方便 像有時候如果我想要看一些有圖像的 或是彩色的雜誌 我就是可以用這個 非常的方便 它也可以是電子閱歷 或是你把它當成電子相框 你存一些你喜歡的照片進去 它待機的時候就可以非常有個性的呈現 你自己的生活圖片 哈瑞電子書成呢 它是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它有各種分類 所以你可以點進分類裡去尋找你可能有興趣的書 或是之後我們開始合作以後呢 我每個月也會幫大家選書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要看什麼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推薦 大家剛開始接觸電子書成 或是電子書呢 可能會有點小忐忑 像我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也不是一個科技人 可是當你學會使用它以後 你就會愛上它 因為它真的方便 就是你只要移動 旅行 或是下雨天 你就會覺得 哇 還好我帶它出門 因為任何我們生命中瑣碎的空檔 都是你閱讀的時光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電子書的行列 也歡迎大家到哈瑞電子書區 去看我們的推薦 看我們的分類 然後一起加入這個閱讀的世界 總之一 發出了一分別的 甚麼人 我認識到我